我們現在一定 一定要發大財 一定要發大財 發大財來當解決 因為我現在看起來這個表情傻傻的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市長發大財 發大財跟財政問題現在困難的解決 有沒有辦法直接對接 如果沒有的時候 就比這個政策工具 是不是有效的問題喔 請市長回答 發大財跟解決現在財政赤字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對接 謝謝陳志忠議員 剛才您上面一個問題其實也非常重要 就是那個公托的問題 你剛剛講 公有 公有 我們出生率是六度最少的 但是我要另外一個數字要跟陳議員報告 我們嬰兒死亡率是六度最高的 好的部分我們肯定繼續努力 所以說財政有這麼的困難 怎麼辦 現在高雄市正 而且我們平均壽命喔 高雄人 還比六度還是最末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高雄市政府 面臨到一個非常困難的狀態 錢非常的少 負債這麼高 嬰兒死亡率這麼高 然後大家不願意生孩子 年輕人大量出走 然後 每一個人平均壽命又這麼 比人家還少一到兩歲 環境污染又這麼嚴重 所以才需要韓市長來救我們 政府宇宙 因為你剛剛講那個公多很重要 我還跟你報告另外一個數字 讓我們看到害怕 真的害怕 所以說這個情況 傳統的講法就是四個字 開源 截流 但是我們怎麼做 現在我們即使截流再截流 我們應付不了這麼困難的挑戰 所以因此 你一定要了解 我當市長 我的腦袋中 怎麼樣發展高雄這個經濟藍圖 這四個月來 這四個月來 有幾個指標 我們都全國第一名 我們整個飯店的住房的成長 我們房地產交易的熱絡度 我們觀光客的成長 投資客來準備投資 還有農產品漁產品的外銷 我們好幾個指標都全國第一 為什麼 我們這麼困難情況之下 因為大家喜歡我們高雄 開始對高雄好奇 所以我們要掌握這個勢頭 所以市長認為說 這樣可以解決財政問題 議員 總機開始回答 總機已經在回答 我們現在這個水 高雄市政府財政這個水庫的水 快乾了 我們每一個水龍頭下去打不開 沒有水了 對 我知道財政 所以說我們現在一定 發大財 財政問題 一定要發大財 一定要發大財 發大財來當解決 因為我現在看起來 這個表情傻傻的 沒有沒有 你很明明 你不傻 因為為什麼 不然這個我們高雄市 經濟沒有辦法脫胎換股 好 謝謝市長 我感謝你的用心